我想讲讲关于香港近日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 给大家看看,有这个沙皇之称的李国璋 刚刚卸任了港大校委会主席 他卸任之后,昨天接受电台访问 也是吐出很多真言,爆了很多材料 昨天开车途中在听相机,听着听到这个节目 当时也觉得有很多新东西听到 有什么呢?首先,李国璋就说 国伤之柱是一个骗国屋 就是这个,国伤之柱,之前放在港大 他本来说,这个国伤之柱就是一个纪念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爆炸案 当时炸FBI建筑物 但是这个国伤之柱当时就是纪念1995年的事件 但是之后呢,他的设计人高志活想把它送去美国 但是美国就不肯收,不知为什么不肯收了 可能是觉得欲酸,或者没有人肯去承担 就是觉得整个这样的东西都没什么代表性 可能也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展转就来到香港 就去到问支联会收不收,支联会被说服 不知谁说服,就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纪念六四的 这似乎支联会就表态支持 接着就说我拥有这一支柱 李国璋也提到重点,第一就不是纪念六四 第二那些柱上面的人都是外国人来的 怎样纪念六四呢,无端端把美国的所谓的艺术品 确定放到香港 接着呢,支联会就说可以了,同意了,纪念六四 接着就不知为什么呢 不知谁批准可以放在香港大学 其实这个过去几年摆在这里 我觉得都真是,首先大家想想想 谁给他摆的先 当时港大管理层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呢 没办法的,政治环境不同 五六年前,很多人一定有人反对的 我相信,但是反对可能就是声音不够支持的人大 当时某些人的声音比较大 那就变成了反对的人 算了,息事令人,你摆就摆 好了,到现在呢 支联会就结束了 声称拥有这个国伤之主的支联会都没有了 港大当然是有权去移走 好了,但是呢 港大也稳定一点的 征诚法律意见 征诚美资的马士达 现在叫做Mayer Brown 被Mayer Brown收购了 这个律师事务所 问他我不可以移走 问他法律意见 谁知道这家美国的法律公司 总部向香港的分行施压 就说不可以向香港大学提供意见 那你不向香港大学提供法律意见 那不是只有你一家律师行 全世界 你不做生意,你就不要做了 所以呢,之后呢 港大就征诚另一家律师行的意见 就证明呢 就是可以移走的 有权移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那个拥有人 支联会都不在 那当然可以移走 那变成了 这个柱是不属于任何人 不属于任何人 就是放了个废物在那儿 挖住我香港大学的位 那当然要移走 那这个创办这个雕塑的高智活就说 不行了,我要告你了 你不可以移走我这个雕像 你千万不要损坏 损坏我告你 损坏也要赔偿 高山 你已经把那个雕像 送了给支联会 送了出去就不是你的了 是吧 送了给支联会就是支联会 那现在支联会 结束了 那高山就说 喂,你不可以移走 我创作的 你不要弄坏他 你凭什么呢 你都送了给人了 以出之物 你都没有了拥有权 你哪有法律权利去追究 别人说要移走 是不是 就算支联会现在在 港大要移走 都是合情合理 是吧 我没有必要给你摆 我为什么要给你摆 当时那些人 当时为什么 港大有人愿意给你摆 现在不给 有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国商之处 移走绝对是合情合理的 好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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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